周一26岁 湖北人 武汉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大家好 我们的名字叫做周一 是来自于湖北省武汉市 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曾经先后在存在保健品以及化妆品方面曾经任过职 现在这次来到菲尼莫署是想要寻求一份管理类或者是行政类的工作 谢谢 邵当哥 周一好 所以你上来之后摆出来的这种把自己的胯也要扯了的鞠躬方式 是就是看到那些英国贵族 然后他们会一种这样会表示一种尊敬 你不要侮辱英国贵族好不好 英国贵族用这种方式鞠躬是会被打死的 周一是武汉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 但是据我们面试的同事告诉我 好像你至今也没有拿来毕业证 是的 因为是在我们在那个边 在我其实是算是专科 然后考去是专生本 所以专科的毕业证我再放了以后 我的本科证书还在学校里面 你是哪年毕业 08年 本科 对 08年毕业 对 至今毕业证还放在学校里 对 为什么 不着急呢 不着急呢 为什么 嗯 因为之前之前所做的两份工作都并没有用到 而且这段时间过了很长时间了 啊不不不 是这样啊 嗯 就说咱毕业之后那毕业证是咱的吧 对 咱的东西放别人那不放心吧 不是吧 不是不是啊 反正就没拿了对不对 对对 到现在你也不能资源提收 为什么不拿 怎么说呢 如果我 您您能够不纠结这个问题吗 我可以啊 我可以不纠结这个问题 我完全可以不纠结这个问题 但是我怕一会儿有老板纠结这个问题 纠结这个问题的话 我可以直接给 在面试完之后的话 我可以给老 我想要看的老板 看啊 就可以拿 对不对 可以拿到 对啊 好 这就算回答完了第一个问题了 做过两份工作 哪两份 其实都是两家广州的公司 一家公司是在广州的珠海做保健品的产品 本来我申请的是 做想做行政工作 但是他们告诉我 就说前两 就说会有一个试用期 这个试用期会把我派到全国各地 这就是进行一种实习 让你在干嘛 做营销 营销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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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不起 我说的稍微有点乱 你说相当乱 不是稍微有点乱 是是是 咱们能言简意赶迅速 能让我 从头到尾把它说出来吗 因为不在不在你不在您的这个询问的这个态度 是我把你弄乱了 对对对 没问题 就是像你说的非常对 是我把你弄乱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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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里把你弄乱了 你提问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的顺序 让我觉得很就是很难就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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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冲击这个问题我可以从头到来 别别别 你稍等 你稍等 你现在是来找工作吧 对对对 找工作 自我介绍给你的空间 你介绍完了吗 你上来就自我介绍了 是是是吧 对 所以你就要来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对不对 你的毕业证 我想看一下 你没有 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然后于是你就说乱了 你今天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想找一份相关于管理或者行政方面的工作 为什么想要做管理或者行政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的话 有自己个人的一些天分 比如说逻辑清晰很强吗 非常强 条理很清晰吗 是的 通过刚才我们的对话 很难得出一个结论叫做 条理清晰 逻辑缜密 请你向社群为我处理 稍微为我这个选手想一下 我在不断的紧张和纠纷中 我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 并且在昨天晚上一边发烧 一边失眠 并且非常紧张到 在后台会稍微有一些发抖的 所以我倒过来到现在 这个选手 我说一下 台上每个人都是很紧张的 所以就不是借口 是的 所以我告诉你一句话 就是说 只要是来到这个地方 谁都会紧张 对 我们描述事实 在怎么紧张 描述事实 都不会出现大碍 明白我第一次 老板们不是真正在乎他学历本身 而是在这个学历背后 呈现出来的他个人品行的问题 不是 我给你提个建议啊 你对少刚老师从开始到现在 一直非常的不礼貌 这一点 如果在正常 我内心很强大的 正因为少刚很强大 如果少刚老师不强大 你们两个对话可能少刚老师就会生气了 我就想问 哎梁静 我就接这个茬 好的 你确实是在咱俩对话的时候啊 你愤怒了好几次 是 可能说话 说愤怒的话达不到 但是我可能说就是 我觉得您 在纠结一个问题的时候 会觉得特别的 比如说 比如说 那个关于毕业证 这样子 你认为 稍等 你认为毕业证的问题 不应该纠结吗 呃 我想问一下的话 这件事其实应该是 牵扯到你们的后台工作 因为当时我打电话问了 我说是不是需要 不牵扯后台工作 需不需要带毕业证过来 08年 如果一个学生 嗯 你记住 我是一个高校的老师 哦 如果一个学生 08年毕业了 到现在没有把自己的毕业证 从学校拿走 我就给这个学生定位为 对自己不负责 没错 周一 我再告诉你 周一 周一 如果你还是这样的状态 一直持续下去的话 你很快就会被kick out 如果正式的面试 你已经out了 所以希望你的态度 能够端正一些 你反想一下 如果你在一个行政的部门 去面试一个员工 他来的时候没有带毕业证 而且告诉你 两年前我就没有拿过 你怎么想他 你会录用他吗 再问个问题吧 那专生本学位证书的话 应该有英语四级证书 英语四级证书拿到了吗 呃 是的 我能知道四级英语考多少分吗 这边这边 四百三 四百三十分是吧 OK 这样子 我问过去 我还能不能玩 突然在观众席里面传出来一件 的声音 的意思是什么 四百三相当于刚过 但是他那时候应该还不是七百一十分制的时候 你是哪年考的四级 零九年 零九年已经 零九年考四级 你不是零八年毕业吗 是的 但是之后还有考的机会 哪有是想说 你先给你证 学校不可能先给你证 零八年先毕业 毕业还没考四级 那你怎么毕业 各位安定 你是零八年毕业 对 拿到了毕业证 对 但是没有拿到学位证 对 因为学位证可以缓一年拿 你是在零九年考了四级 对 拿到了学位证 嗯 所以你毕业证学位证都有 嗯 这是他的描述 我觉得我看你简历哈 有这么一个感受 嗯 这姚总那是一个神奇的网站 我觉得你简历是一份神奇的简历 您做为什么 我们不是 对 不是 别把他放在一起 哈哈哈哈 我们先不谈毕业证的问题了 你第一份的工作 我就看不到公司的名称 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 第二件事啊 嗯 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这么神奇的这个简历 就是说 你里面有一句话叫 你工作中最难忘的事情 是把一个钉子户的客户 训得像小绵羊 而像温顺的小绵羊 就是最后是什么结果呢 你训得他成了小绵羊 他后来成为一个好的客户了 还是他弃你们而去了 他理解了我们的企业 他理解了我的 理解了我所在做的事情 然后成为一笔业务了没有 因为你说销售 成为了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销售过程 他就是以成为了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销售过程 今天根本的这个言语当中 我其实一些感觉到 在过往的经历当中 他有过多夸大的成分 背后其实是有很多 他不愿意面对 这东西 好 来 十二位 到了你们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你们选择 周一应该是继续 还是离开 选择 现场有十一位离开 有一位留了下来 他是来自百合网的沐妍先生 不要说话 一会儿有你继续问问题的时间 因为周一将向你一个人展示 天生为我 你提到你最大的一个擅长 是把这个一件事情的这个 各种因素进行拆解 然后去找它的逻辑关系 是吧 找一个具体的事 你举一下你过去的 包括学习 包括工作当中的一个实体例子 来证明你有这个能力 好吗 首先 就从刚才我一直想说 就是刚才那个 那个一直对我们企业 就是非常有偏见的一个客户 他就是一直在抵触 并且在谩骂我们产品 然后我会非常细致的 跟他把所有产品的细节 我会跟他一句详解 并且我们绝对承诺 就是我会给他最大的信心 支持我们产品 依着你这个性 我觉得你能给那客户 然后对打一通 这个我信 你为了自己求职 连点沟通的耐心都没有 你怎么可能在那里面再沟通 其实我觉得木炎多余流灯 我觉得这孩子根本不是逻辑性不强 我觉得他逻辑性很强 他之所以表述的时候模糊不清 直面一件事情 在这个台上编故事 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 到此为止吧 我觉得面试呢 首先要讲诚信 一般你说一句谎话 你需要一百句谎话去圆 我觉得周一在今天 从上台开始 一直在圆之前的一些谎话 他需要最纠结的就是毕业证 我怀疑他可能是根本拿不到 而且只能靠朋友关系 找到一些很糟糕的工作 而可能靠他现在辨识能力 他是很难找到份好的工作的 突然间发现好机会 非你莫属 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Over 来 现在给木炎最后一次选择机会 如果木炎你的灯还留着 请您等一下 为什么 最后我有几句 想对非你莫属这个节目来说 我想提高你们的收视率 我们最需要的提高 我没需要 我没需要 我每天跟木炎打那么欢都没有提高 我听听你怎么提高 来 提高一下收视率 我觉得人生的话 有五件大事 是必须非要继续面对 以及必须无法不去关注的 一个就是结婚 一个就是生子 一个就是建房 一个是升官 还有一个就是去世 请问你到底这话要讲什么 我们时间都很宝贵 好不好 对不起 我抓紧了 为什么在各大网主流的视频网站上 没有非你莫属的 在更新的时候 没有非你莫属在首页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们推广部做的不够好 是是是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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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选 你们所选取的选手的特点 以及优势 是根本不够明显 嗯 直到你来 直到你来了 直到周一来了 直到周一来了吗 然后 不是 周一 这跟结婚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 周一先生你别说话了 你跟你那前五年有什么关系 结婚立场是已经交给非 非非成务扰了 而且我再跟你说 现在只剩下非你莫属 这个节目 周一周一 升官 我再跟你说一下啊 升官不是每个人人生都离不开的事 好吧 来吧 到了 沐妍做选择的时候了 沐妍 如果你留下 我们的收视率将继续提升 如果你离开 那么我们的收视率将会维持在平稳的状态 请选择 对不起 还是维持收视率 你为什么刚才想到的那样的 最后要说出来提升收视率那样的话 你的目标是 我的目标是想要展现我的个人的分析以及逻辑能力 但是你觉不觉得会有些突然 我知道 但是我觉得在人生嘛 毕竟你需要去奋斗的 哪怕在最后执名执声还剩一秒钟的时候 你也需要去做到这样一点 周一第一 这事没那么写过 我知道 咱们就不至于人生还剩最后一秒 我们前面录还好长好长 你今天不是才26岁吗 所以希望这次能够是你一次经验的积累 我知道 好吧 谢谢周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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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